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 你好 请问那你那能代孕吗 你好 现在能大点声吗 我再听你清楚 不是 这事能大声说吗 您什么事啊 我代孕 你怎么称呼啊先生 不是 代孕这事对姓氏有要求吗 那我得知道我怎么称呼你啊 我姓藤 藤先生 对 前场代孕了 对对对 您和您太太多大岁数 我二十四 我太奶 我太奶一百多岁 关键她已经不在了 去世了 这事还得联系她吗 不是 您爱人 我媳妇就是啊 我喜欢二十六 这年纪也不大了 那怎么还想找代孕呢 这不她媳妇遭罪吗 好男人 那您今天是想了解什么呢 我今天就想了解一下 代孕怎么流程收费啥的 是什么样的事呢 陶队先生 我们这边有三个套餐 您可以参考一下 行 边吃边聊吧 就是有没有那什么红烧肉套餐 给我整一盒 我说的是我们这个收费套餐 我知道 你就说多钱一盒吧 盒有什么关键 我说代孕有三个收费的标准 你明白了吗 不是 美女 是这么个事 我文化程度不高 我到我不是说找代孕的文化程度都不高 我的意思就是找代孕 你就说白话就行 你说别我听不懂 您这个话不能这么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有三个收费标准 第一个就是权委托套餐 这个费用大概就是45万 权托了 这是给谁托了我 权委托的意思就是我们这边给您从头到尾全部负责 包括这个射精啊 射精最后一系列体检 还有给他们这个大运妈妈一些老物啊 我们这个收费都是全透明的 只说一个大概的数字 就是这样 行行 那还有什么套餐呢 还有就是第二个就是包神工的套餐 我们这个价格大概是65万 这个钱呢我们就是保证这个上能成功 并且也是全委托的 那第三个什么套餐 第三个就是比如说您对这个性别有要求 就好多人跟我们说就一定要比较男孩 或者说想要个女孩 这种我们收费是95万 差不多就包神工全委托 你可以选择性别 那我明白了 那您想要哪个套餐 我先能不能先过来个红烧肉的套餐 我吃饱了吧 这很好研究一下这个事吧 那你要不吃饱就再回头打给我们 不是 美女是这样 价格太高了 但是我为了我媳妇 我还是能承受的 知道不 关键是我就想知道这个过程的话 他遭罪不 我们这个待遇的过程是肯定没有任何痛苦的 南方的话就比较简单 那不完了 我是北方的 东北的 黑洞江的 我说的是南方 南市 明白吗 南的 我媳妇是南方的 我是北方 南市是北方的 我说的是南的 南的讲的 南的就取经货行 我明白了吗 那还得上西方 是不是上西方取经败 拜佛啥呢 你这样太点跟我聊会儿行吗 你这样太点跟我聊 我太难得清明节跟他聊 平常咱们免疫不上的 我太爷行吗 喂 换了呢 喂 你好 哎 不好意思美女 咱们不聊我太奶的事了 咱们就聊聊我媳妇的事行不行啊 这个价格和套餐我都跟你说了 你这时候自己考虑一下 我考虑好了 关键是我媳妇她不能遭罪吧 这怎么都算呢 他那打个盘冷症 方便我们尽快取暖 这事不遭罪 那他不能打针 他最怕打针呢 不打针不行吗 这个女士啊 每个月都会有排卵 正常情况下呢 每个月都会有一颗卵子 但是打排卵针的话 就可以更有保证 明白吗 那我家鸡有保证 我家有只老母鸡 她老整鸡蛋啥的 给你们看看能操作一下啥 给孵出来的 你为什么有执行呢 你他真的没事 是 执行病吧你 不是 你别生气 你别生气 我还有好有问题 没问你呢 那问你他哪个句话 不是 你 哈喽各位 代孕这个词呢 现在越来越多的 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当中 越来越随处可见的小卡片 越来越多的身边人 选择去以身犯险 可我觉得呀 这是一条令人细思极恐 令人窒息的畸形产业链 是在物化女性 令更多生活可能不如意的女性 走向更加黑暗的深渊 回忍是痛苦的 身为一个已婚男性 我发自内心的 愿意和尊重我的爱人 让他自己去选择 我也更加希望 这个世界上的女性啊 都能够享受到一份 不需要被金钱 被情感 被道德 逼迫的生育自由 我爱你们 我还有最后一句话 我爱你 愿你安详万年 儿孙绕夕 一样天年 愿你自由地过一生 从不被迫 也从不为前 再见